巴西总统罗塞夫尽管恳求民众恢复平静 但是仍未能阻止抗议者星期六再次走上街头 成千上万的示威者高呼口号会舞齐志 星期六在巴西一些城市发生了较小规模的示威 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海滩 示威者在沙滩上摆放了成千上百的足球 一些抗议者把矛头指向巴西 为举办明年世界杯足球赛 还有这个月举行的联合会杯足球赛 以及2016年的夏季奥运会所花费的数十亿美元的资金